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队富有特色 从部队性质上说 给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类似于法国的外籍军团 是一支职业雇佣军 蜀汉政权原来就曾经使用过三秒后裔的武林蛮雇佣军 在法武战争中大显身手 连猛将甘宁都死于这些蛮族手中 诸葛亮掌权后 除了对内政进行了整队 再有就是对军事进行了整变 诸葛亮任命赵云担任中护军 就是对蜀汉军队整编的第一步 赵云在怡陵之战时镇守大后方江州 刘备惨败怡陵 赵云进军白地成就驾 他因此收编了大批从怡陵前线败退回来的军队 刘备带到怡陵的部队 是蜀汉最精锐的部队 虽然前线惨败 但还是有不少人逃回了四川 赵云收编的这批人是蜀汉军队 精华仅存的一批骨雀 诸葛亮就是在这批人的基础上 整编出了一支精锐部队 这支部队就是中虎步兵的前身 这支精锐部队建立后 首先跟随诸葛亮参加了征伐南中的战斗 他们战功卓著 降服了茫茫梦过 随后 这支部队跟随诸葛亮开始了对曹魏的北法战争 中虎步兵作为蜀汉王牌军 虽然他们名义上是赵云的下属部队 但是却一直是诸葛亮直辖控制 直到诸葛亮收降江维 诸葛亮弃重江维人才难得 又因为他忠于汉室 因此诸葛亮将这支王牌部队交给了江维进行训练 公元263年 曹魏发动了对蜀汉的最后一战 江维在他中被邓爱击败 赵云之子赵广 为了给江维断后而战死 他率领的中虎步兵也损失惨重 邓爱进入四川后 偷渡阴平 骑袭成都 诸葛亮之子诸葛瞻 率领留在成都的中虎步兵出战邓爱 当时中虎步兵主力在江维军中 最终 诸葛瞻寡不敌众 惨眠处战死 中虎步兵全军覆没 无一投降 就连邓爱也对这样的对手致敬 感慨万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